大家好,最近我都想快點去跟進賽後評 誰知又搞了單歐洲超級聯賽出來 又要撥點時間出來跟大家研究討論 經過兩天之後,整件事又有些東西看了 兩天之前就翻天覆地,今天就立即回復評審 180度來的 原因就是這個歐洲超級聯賽的制度和玩法 但根本是完全未經過深思熟慮擺出來 首先我概括我之前說過什麼 整件事的起因就是國際足協長年累月的腐敗 搞了那些2022年不合法的世界盃 真的搞到大家忍無可忍 再加上歐洲足協都搞一個無意義的歐洲國家聯賽來賺錢 搞到賽事太過頻密 球員越來越辛苦,越來越多傷患 各大球會都覺得是時候要改革制度 令到這些有能力自立門戶的大球會 希望搞個革命 希望搞個新的賽事去取代現有的制度 如果他們堅持一定要繼續搞這個歐洲超級聯賽下去 過多幾年之後 理論上一定會有球迷 還有會有電視直播 有這些收益 大球會是可以生存到的 所以我就說 既然如果他們一意孤行 而他們根本生存到 如果他們不叫你怕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想些辦法去拯救一些 不能參加歐洲超級聯賽的小球會 所以我上一條片就提過我一個叫做理想的制度 希望各大球會在超聯那裡收到很多錢之後 會捐助回來本土聯賽和小球會 協助他們持續發展 但這個是過於理想化的想法 如果大球會不肯捐助的話 我就說這個歐洲超級聯賽 甚至乎可能遲些引發出來的世界超級聯賽 必須要有升降制度 即是那15間初始建立的骨幹球會 都是有機會降班 有機會沒得打的 你是要給一些小球會 或者其他有實力的球隊 是上來這個聯賽繼續爭奪下去 是令到整個聯賽都有競爭性在這裏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讓任何球隊 都有機會保持著夢想 有機會去得到這個上到超聯的機會 保持一些小球會的夢想 再伸延下去就可以過世界超級聯賽 100個級別 完全取代本土聯賽 全世界一體化去打這個世界聯賽 就可以力真上游 所有球會都可以有生存空間 這裏就好像約翰年龍 John Allen 那首歌 Imagine 所說的烏托邦 昨晚封閻的直播節目當中 我都說明了 如果沒有升降制度的話 我絕對不支持這個歐洲超級聯賽 結果 15間骨幹球會 所構想出來的這個革命 就真的沒有升降制度 這個就是革命手法極度不完善 宣傳得更加是差 當中欠缺了小球會力真上游夢想的賣點 完全沒有經過心思熟慮 所以這個革命根本是不會得到球迷的授權 亦都極力批評 最新的這個歐洲超級聯賽官方宣布 他們都只說會搞一個團結基金 去幫助本土的聯賽和小型球會 但是從來都沒有說過有升降制度 那當然是抵你失敗啦 任何革命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 是定必失敗 沒有人民的授權是一定失敗 球迷 人民今次的選擇是正確的 封閉式的賽事根本違反足球的原意 足球是講夢想的嘛 每一個人每一間球會都會有資格 有機會去追求這個夢想才行的 你不讓他們追求夢想 這個賽事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那些大球會圍內自己不停打 就算打到自己沒有球星成績完全是沒落 都可以繼續打 這些是不合理的嘛 再經過昨天這些球迷的示威行動之後 整個形勢就產生了180度的變化了 那麼英超的Big Six就首先打退堂鼓 當中有幾個理由的 第一球迷的反應 這個很清楚了 第二就是聽說歐洲足協會首先向這個英超Big Six埋手 即是趁著有群眾壓力的時候 一起去哄回這六支球隊去離開這個超級聯賽 超級聯賽就會失去大部分球隊骨幹實力了嘛 而這個歐洲足協的方法 哄他們的方法 聽說是會出一筆錢去補給英超Big Six 哄他們走的 誘惑他們加速離開超聯 第三個理由就是 英超方面的當局放了風聲說 都不會大力懲罰這六支球隊 不過就要求要懲罰個別的老闆 這個都合理的 因為宣佈超聯之前 其實所有的是Big Six球員都不知情 證明了其實這些是老闆單方面的決定 如果老闆單方面決定了之後 整個球會都要懲罰 懲罰球員的話 實在太過冤枉了 第四個理由就是 英國政府似乎會做事 可能會出絕招 這個絕招就收回所有球星的工作證 那就玩完了 結果這個英超Big Six就發現 權衡了之後 計算了之後 就是知道了一樣東西 就是離開超聯 都是會有些好處 就是不會說吃虧的 一來都未必會受到懲罰 二來歐洲足協是會給他們一筆錢走 而且呢 預計如果一路硬化搞下去的話 一旦英國政府做事就回不了頭 而且也有機會令到他們的品牌價值下降 所以呢 他們計算了之後就一起拉隊離開超聯 他們的官方宣布也似乎是差不多同一時間出 不過啦 Big Six球隊之間 處理這件事的手法有些不同 當中就以萬成是最為理直氣壯 他們的說法就是他們退出這個超級聯賽計劃 他們用的措辭是暗示自己並非帶頭搞事的球隊 他們只是受別人慫恿 這個就是疏忽 那麼跟萬聯利物浦阿仙奴三支呢 就是帶頭球隊就割席地說 萬成的做法就隨即得到歐洲足協的稱讚 歐洲足協立即就說 萬成就非常之了解足球真正意義了 很樂意繼續跟萬成合作 那麼萬成就應該成功脫罪的了 但是呢 屬於牽頭啊 帶頭的球隊呢 萬聯方面呢 都要做一些事去贖罪 和安撫一些球迷的 結果呢 他們所選擇的方法呢 就是斬殺這個活華達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說就說啦 這個呢 就是活華達自己辭職就年底走 那但是對於這個這麼戀賺權衛的人來講呢 他怎麼會自己辭職啊 說就說辭職啦 就是給你一個落台階 其實背後一定是怎樣呢 就是加拉薩家族叫他辭職啦 你呢 做這個代罪羔羊啦 那這個故事呢 就教訓我們啦 就是如果那個老闆是一個 只是只看利益而欠缺精神價值的人呢 就算你幾幫到手 幾幫到他 賺到錢都好呢 只要那個老闆需要代罪羔羊 需要有人呢 就是幫你頂罪啦 他都毫不猶豫推你出來呢 跟他呢 就是捱一刀的 那阿仙奴那方面的手法呢 就較為溫和一點的 那起碼呢 他們就不是說找代罪羔羊 那他們呢 都算誠懇地這樣呢 就向球迷道歉 就希望呢 不需要呢 就是炒內部的任何人 至於利物浦這方面呢 我這裡暫時就沒有什麼消息啦 那有機會再跟大家跟進啦 那巴塞那裡呢 就也都聽說很快會走的啦 那聽說呢 那這裡好搞笑的 巴塞呢 聽說呢 有一招呢 就是脫罪方法 那就是他們說呢 會把我罪名推給上一任的主席 巴濤姆的 那就是說呢 那他呢 一早呢 就是跟超聯那一部簽約的了 是他搞的 他同意他抖頭的 就不關我們現在 新組 這個新班子事的 那我的反應呢 雖然這樣說呢 就有點牽強 那不過呢 我都覺得幾心良 因為這個巴塞姆呢 都是雖人一個 那你推給他的話呢 那我都覺得呢 都 對啦 這樣啦 那好了 那就是相信這句 歐洲超級聯賽會暫過一段落的了 那這個歐洲足球也都會回復正常的了 就是英超會繼續打啦 歐聯一定繼續打的了 那歐洲國家盃又會打的了 那不過呢 我就覺得啦 那國際足協和歐洲足協今次呢 真是不要以為自己大獲全勝了 其實這件事呢 都反映了他們腐敗的 那如果他們繼續腐敗下去的話呢 這個革命可能只是暫時升 暫停的而已 但是有機會死灰復燃的 任何革命呢 不會無緣無故出現 或者無緣無故死灰復燃 一定是個體制過分腐敗 才逼人家革命 或者繼續革命 那我認為啦 國際足協和歐洲足協呢 這件事之後都要徹底反省 甚至改組的 即是去避免日後 那些大球會 群起再連群結黨 再次按下核選項的嘛 例如啦 國際足協和歐洲足協 內部的選舉要更加透明啦 不要再剋傷作業 不要再搞到那些卡塔爾世界 這些徹底荒謬加不合法的事情啦 那更加呢 就是要肯接納意見啦 聽多些別人的訴求啦 還有最關鍵的就是 你一定要更加去完善 還有拋出一個新的體制 去幫那些小球會的歷真上游之餘呢 亦都不可以操制濫造 不停增加賽事 去搞到球員受傷 那我的超級聯賽 世界超級聯賽 雖然是很難實現到的 那但是呢 他這個想法呢 就是一個賽事比較少 但每場賽事更加有價值的 一個概念來的 那現在小球會呢 可以有機會上到這個超級聯賽 是更加有吸引力 更加賺到錢 才幫到整個生態的 那這個國際足協 歐洲足協呢 未來來講呢 他們一定向著貴貞不貴多的方向 去改革才行 那由於今次這條片呢 是關乎社會責任的評論 所以我都不會隱藏任何的Patreon片 那不過呢 如果大家是 都支持到Patreon的話呢 那我是會更加有動力去繼續下去努力的 希望大家呢 就是支持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呢 你可以加入Patreon的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好幫到手的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呢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呢 就直接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呢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的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的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了 那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